最近一些造型特别的背包越来越多了,例如日本之前推出的超巨大油桶的背包,有超巨大的体积让人不可忽视,背着走在路上像是一根行动油桶箱在移动一样,让人喷笑。 而最近日本乐天小熊饼干也和Molly Fantasy游乐园一起举办一个活动,会抽出限量五个的超巨大小熊饼干和后背包。 这个超巨大小熊饼干和后背包的高度足足有78公分高,50公分宽。 这个活动限定的超巨大背包小朋友背起来都快碰到地上了。 地上,想必在路上看到小孩子背这个背包,会以为他要离家出走了吧。 不,普遍来源,小老鼠Molly Fantasy底线啊,小老鼠,Twitter。 普遍来源,小老鼠N0N0N31小老鼠,Twitter。 其实这个小熊饼干和背包还有推出一般size大小的。 在Molly Fantasy里的加娃娃机台里加得到。 大小看起来合理多了吧Q的。 不,普遍来源,小老鼠Molly Fantasy底线啊,小老鼠,Twitter。 还有不同口味的小熊饼干。 例如这个粉红色的草莓口味乐天小熊饼干。 不,普遍来源,小老鼠N0807小老鼠,Twitter。 不,普遍来源,小老鼠CE Madinco LPD小老鼠,Twitter。 不,普遍来源,小老鼠NAMIN小老鼠,Twitter。 超巨大后背包背着走在路上真的超级引人注意的呀。 但是没有拿到超巨大背包也不用太灰心。 因为加娃娃机里也可以加到一般大小的背包。 虽然还是只有日本限定吗? 延伸阅读,来源,网路资料。